各位主内定姊妹平安 欢迎你们来到参加中国神学研究院 今年所举办北美的陪灵讲座 今年我们的讲员是余震灵博士 我们新约的老师 Kelvin老师会和我们讨论 耶稣在路加福音所讲解的两个重点 在信靠当中怎样形成 震灵老师是我们和爱丁堡大学 联合班寿的博士课程 头一位的毕业生 其实他是第二个加入这个课程的同学 爬了头毕业 我们感谢主 鼎姊妹主内平安 很感恩能够有这个机会 跟大家在这里分享主的话语 当忠神安排我们 讲这次北美陪灵会的时候 李施敬院长告诉我们 其实过去我们很少在一月份的时间 在北美这个地方举办佩宁的聚会 原因很简单 因为一月份正值是北美的严冬 天气相当的恶劣 除了很冷之外 很多地方也会有迫雪 出门很不方便 我自己未在北美生活过 所以这些情况 我只能够透过听人家说 或有时候从电视一些片段看到 不过我都知道 北美的冬天的确很不容易 如果在这个时候 我们安排聚会的话 一个不幸在聚会的日期遇上暴风雪 可能聚会都逼不得已要取消 所以在过去一月份 我们很少会在北美安排一些聚会 冬天很不容易 而且今年的冬天 我们面对的不单只是恶劣的天气 我们都印象很深刻 在过去差不多一整年的时间 全世界正是面对新冠病毒的疫情 北美都是重灾区之一 每一天看新闻 报道世界不同的地方确诊的数字 死亡的数字 北美 特别可能是美国这个地方 那个数字都相当地高 这个疫情 让我们这个原本已经很不容易的严冬 变得更加困难 疫情当我们的影响最直接 当然我们都会担心 自己不知道会不会染病 可能我们出门 或者我们平日生活 都变得小心翼翼 免得自己受到病毒的感染 可能我们身边 都会有我们认识的人 亲人 朋友 甚至家人 真的会感染在这个病 甚至可能因为这个病而离世 这个是疫情对我们最直接的影响 这些经历当然会令到我们的心情 很低落 很沉重 当然疫情的影响除了让我们 或者我们身边的人染病之外 疫情对经济都带来很重的打击 就算我们避得过这个病毒 我们没有受到感染 但是经济受到影响的时候 可能我们都要面对失业 做生意的 可能要面对生意越来越差 甚至生意要倒闭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我们再去想我们前面的日子 有时都难免觉得 好像真的前路茫茫 不知道怎么算好 或者来到一月份这个时候 我们稍稍值得庆幸的是 似乎疫苗的研发 都已经取得一定的成功 甚至已经能够开始 来到去让人去注射疫苗 让我们觉得 似乎疫情的结束 都有一些眉目 有一些盼望 我们都期待着 当疫情过去我们的生活 希望可以回复回正常的部分 不过 或许要等到疫情 真的完全过去 都还有一段的日子 这个时候 我们仍然是一段很困难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困难 面对沮丧 面对迷茫 身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很需要 聆听神的说话 让神的真度 成为我们的帮助 成为我们的力量 所以 我们有这一次的 北美陪临聚会 其实这个都是 一个很特别的机会 正正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很多的实体的聚会 都被逼取消 包括我们 众神原本安排了一连串 45周年远兴的聚会 都取消了 其他很多的聚会 我们都要改为网上去进行 而正正因为我们有网上这个平台 所以我们可以很特别地 在一月这么不适合举办聚会的时候 举办到这一次的陪临会 如果用世人惯常的说话来说 我们会说这些叫做有危必有机 当环境有很多的限制 很多的挑战 这个有时候会逼使到我们 有一些的突破 有危必有机 这个是世人常说的说话 不过用圣经的说话去说 其实我们应该说 在这些危机 这些困难的当中 是指引我们 更加清楚看到 神那个应许的真实 看到神的恩典是怎样救我们用 看到在试炼当中 神怎样亲自去为我们开出路 当环境的转变 超过我们的预期 超过我们所能够控制 这个是提醒着我们 原来有一些事情 我们过往习以为常 觉得好像很理所当然 但原来这些事情 一点都不理所当然 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如果神要我们离开 一个我们过去熟悉的环境 离开我们过去熟悉的生活方式 祂必定会亲自带我们 去到一个更丰盛的景地 就正如昔日 祂呼召阿伯拉罕 离开祂本地本族附加 其实神都让阿伯拉罕 失去了祂习以为常的生活 失去了祂觉得最可靠的东西 但是神的心意 祂是要带领阿伯拉罕 进入那个更丰富的应许之地 今天我们都是一样 我们的环境 可能有很多改变 我们会觉得不习惯 会觉得很不舒服 但如果当我们愿意谦卑 顺服神的带领 我们都会经历到 其实神正是要带领我们 进入到更加丰盛的应许当中 水顶姐妹 就用我们透过圣经的说话 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 去领受祂的应许 让圣经的说话帮助我们 去察验神尾线的旨意 好让我们可以在神的恩典当中 经过这个不一样的严冬 在当中我们去体会 神在我们身上的美善旨意 今天我选了一段的经文 跟大家去看 是路加福音12章 22到48节 这段经文比较长 所以在这里我先不来 去读整段的经文 一会儿我一路讲的时候 我们会一起去看这些经文 这段经文一开始讲到 耶稣向门徒作出一个的教导 这个教导是 耶稣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其实这个教导 这两句的经文我们都很熟悉 可能很多顶姐妹都当为金句 这样去背 耶稣教导门徒不要忧虑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其实我们难免会有叫我们忧虑的事情 我们遇到很多的事 有时候我们都会有忐忌 不安的时候 我们会有忧虑 归根究底 原因就是很多的事 的而且确不在我们的掌握当中 就算我们多努力 去做一件的事情都好 结果不到我们话事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侍奉 都是这样 很多事情不到我们控制 又或者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如果当中有为人父母的 我们大概都会很明白 父母为子女去挂心 去担忧那种心情 我们中国人传统一句说话 养儿一百岁 长休九十九 讲到要忧虑 其实很多事情 可以让我们忧虑 长休九十九 所以耶稣这里 这个不要忧虑 这个教导 或者我们说这个吩咐 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其实都是一个很释切的提醒 我们在任何的环境 任何的处境当中 我们都要学会去交托 学会去倚靠我们的主 不过我们稍微停下来 我们就一想 是的 忧虑是我们很经常会有的一种情况 不过如果我们想一想 我们过去 通常叫我们忧虑的是什么事情 你过去的日子里面 通常是什么会让你觉得有忧虑 可能每个人 他忧虑的事都有不同 不过我很相信 其实我们大部分时间 大部分时间 那些叫我们忧虑的事 都不是一些 真的会即时影响到我们生死的事 大部分时间 我们忧虑的可能是 关乎我们一些的期望 我们做的事情 一些的结果 是否能够符合我们的预期 这个会叫我们忧虑 但是 有时我们想心一层 就算我们这些期望 达不到 其实这个 是不是真的 立刻我们就搞不定呢 其实大部分时间都不是 那些不是立刻会影响到我们生死的事 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 早几个月 我和太太就忙于帮我们的儿子 去报学校 因为我儿子差不多两岁了 就准备想和他报一些学前班 主要因为我和太太 日头都要上班 不能够亲自去照顾到儿子 平日是妈妈照顾他 但是妈妈年纪大了 照顾小朋友也辛苦 所以希望如果他有学习的时候 在照顾上就会方便很多 但是在香港其实要报这些学前班 是不是那么容易 原因是学额其实不是太多 竞争都大 所以早几个月 我们一路将来报这些学前班的时候 我太太就很紧张 她一直都很担心 如果没有学校收她怎么办呢 她一直都很紧张 不过坦白说 我自己其实就不是很担心 我不担心不是因为我不紧张儿子 而是因为我 所以我很觉得 就算他今年九月真的没有学回 那不是我们立刻就搞不定的 我们的生活 总有方法可以安排得到 所以其实在整件事里面 我不是真的十分紧张 因为我知道 就算结果不符合我的预期 也会有其他的方法 不过我最后感恩 有学校收了我的儿子 他九月就有学回 不过当然 疫情的缘故 九月是否才能学到学 都是未知之数 讲了这些例子 其实我想讲的是什么呢 耶稣这里 这个不要忧虑的教导 是的 我们是很熟悉的 我们过去的经历里面 多或少总会对这个教导 有一些体会 不过其实对于我们 绝大部分的人来说 可能在我们过去的日子里面 我们都未真正经历到 未真正体会到 耶稣这里 这个教导的分量 其实有多重 因为我们过去忧虑的事 其实往往都不是 一些真的分量很重的事情 不过 在去年这个疫情的底下 或许我们经历一个 我们以前未经历过的困境 而这个正正是一个机会 让我们更深刻去明白 去经历耶稣这里的教导 和应许 我们要更深入去明白 耶稣这里的教导 首先我们要记得 当时耶稣对着群众 或者对着门徒 来说这些教导的时候 那些听耶稣教导的人 那些的百姓 其实主要是一些低下阶层的贫富百姓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 可以算得上是草根阶层 2000年前的社会 没有今天那么富裕 当然也不会有今天很多社会的保障 所以那些低下阶层的百姓 其实他们的生活是很艰难的 他们当中有不少人 他们过的是一些日生的工作 即是他们是每一天出粮 如果那天他有工开 他就有粮出 他就有饭开 用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手停口停 而且当时的人工的水平 其实是很低的 通常他们每一天能够找到的工资 大概只是够他那一天的食用 多一点都没有 所以他们要存钱其实都很困难 很难说积谷防机 因为每一天用完都没有什么得正 更困难的是 他们这些人 他们不单止是日生每一日出粮 有些人甚至是要每一日去找工 所以你记得 耶稣曾经讲过一个这样的比喻 就讲到一个葡萄园主 出去请一些工人回来 帮他去收割葡萄 早上出去请了一班工人回来 跟他们说好了 那一天的人工是一钱的银子 其实一钱银子在当时来说 就是正常的一个工人 一日的人工 不会太多也不会太少 大概就是够他 或者他的家庭那一日的食用 然后比喻继续落的时候 耶稣说到那个葡萄园主 差不多每两个小时 就出去再请一批工人回来帮忙 于是者请了好几批工人 去到最后一次 就是去到有初的时候 大概下午五点钟左右 下午五点钟 其实太阳差不多下山了 差不多收工了 因为你记得以前没有电灯的 太阳下山 太阳就做不到工作了 所以下午五点钟 差不多是要收工的时候 这个葡萄园主 最后出去请最后一批工人回来 你还记得这个比喻里面 这个葡萄园主看到 最后这班工人 在市场等人请 那葡萄园主就问他们 为什么你们整天在这儿行站 为什么你们无所事事地站在这儿 你可以想象得到 其实这班的人 他们基本上是一班老弱残兵 没有什么能力去工作 所以没有人肯请他们 事实上比喻里面 他们都是这样回答的 他们就回答这个葡萄园主 因为没有人僱用我们 没有人请我们 我们可以怎么办 我们不站在这儿 还有什么方法 当时他们基本上只有两个选择 一下子就去黑 去行黑 如果不想行黑的话 就好像故事里面说到 他们继续站在那儿 用俗语讲叫等运渡 看看会不会有好心人来请他们 就好像比喻里面 他们终于等到葡萄园主 如果真的没有人请 他们一下就去黑食 一下就要捱饿 我们要记得 当时耶稣身边 听着他说的那些群众 其实他们日常的生活就是这样 今天不知道明天是 存不到钱 不能积国防机 万一有什么不测 万一那天没有人请的话 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你想想如果你的生活是这样的时候 你会不会忧虑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忧虑 但我可以告诉你 我一定会很忧虑 今晚那餐饭吃完之后 不知道明天有没有饭开 怎可能不担心 当时的人他们就是这样 有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的理由去忧虑 但是耶稣却是跟他们说 不要为明天忧虑 你能不能感受到 在当时的人的耳中 耶稣这个不要忧虑 我们好像很熟悉的一个教导 其实在他们的耳中 这个教导有多么不合理 其实耶稣这个教导是一个很不合理的教导 怎可能不忧虑 但是当他们经过了最初这种震撼 他们回想 他们真的愿意虚心去接受耶稣这个 不要忧虑的教导 其实他们就能够经历到 耶稣这个教导 这个吩咐所带来的那种释放 耶稣说不要忧虑 不是因为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去忧虑 事实上刚刚相反 是因为有太多的事情 要让我们去忧虑 所以我们更加需要明白 其实神是多么的期望 我们能够在祂的里面 放下我们的忧虑 在祂的里面 卸下我们一切的重担 这个是神 是耶稣基督 向我们这一班有太多理由 需要忧虑的人 发出的一个恩典的邀请 耶稣吩咐我们不要忧虑 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耶稣说是因为我们的忧虑 其实是帮不了我们 这些都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耶稣说你们哪个能用思虑 使售数多加一刻呢 祂说 这个最小的事 你们尚且都做不到 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 是啊 我们的能力就是这么有限 连让我们的受数多加一刻 那么少的事 我们都做不到 其他很多的事 其实更加不在我们 控制的范围里面 如果我们去忧虑的话 其实这种忧虑 背后正正反映的是 我们希望可以掌握到 我们的事情 掌握到我们的将来 我们希望事情能够按照我们的期望去发生 于是我们用尽方法 尝试去保证 事情能够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实现 如果我们能够保证得到 我们就不用忧虑了 这个是很多人 或者我们自己都是 我们很多时候会有一种这样的想法 如果我们能够保证得到 如果事情能够成功 就不用忧虑 不过其实这样只是自欺欺人 因为事实上 是没有东西是我们能够保证得到的 耶稣这个不要忧虑的教导 除了是一个安慰 一个应许之外 其实也是一个当头盼壳 祂要提醒我们 不要以为你自己 可以保证到什么 其实你没有东西可以保证得到 既然没有东西可以保证得到的时候 你需要学的就是 如何在神里面放下你的忧虑 第二个原因 为什么耶稣说我们不应该忧虑 这个原因可能我们更熟悉 耶稣说天上的非鸟也不种也不羞 神上且养活祂 何况是我们 之后耶稣再说 田野百合花 什么都不做 但是神给祂最漂亮的装饰 甚至连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 都比不上 耶稣提醒我们 为什么我们不需要忧虑 因为天父的恩典救我们用 不过这里我们又留心 圣经是说神的恩典救我们用 不是说我们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不是说我们想要怎么样的恩典神 就会叫我们心想事成 不是这样 所以耶稣不是向这些贫苦大众 去做一个保证 不用担心的 神会保守你 明天一定有人请你 耶稣不是在做这个保证 所以去到第二天 如果当中有些人 没有人请的时候 他没有回来跟耶稣说 耶稣不是说你昨天叫我不用忧虑 为什么我今天没有人请 耶稣说到不要忧虑 不是要保证 你害怕的事不会发生 耶稣要说的是 无论我们的环境有多少困难 无论我们有多少限制 多少缺乏都好 这个阻碍不了神的能力 神的恩典 神的旨意 在我们身上成就 神的大能 超过我们的缺乏 就算事情不是按照着我们的期望发生 就算那个百姓 第二天真的没有人请 神的恩典 仍然不会离开他 这个是耶稣在这里的教导 是的 弟兄姊妹 我们现在都经历着很大的困难 可能对很多人来说 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境 今天可能那些叫我们忧虑的事 比起我们过去的日子 我们曾经有过的忧虑 更加的严峻 更加的逼迟 但是这个正正是一个更好的机会 让我们去经历耶稣这里的教导 去明白这个教导的分量有多重 当困境将我们迫到长角 无路可走的时候 我们才真正能够体会到 我们平时说 唯有神是我们的倚靠 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 弟兄姊妹 我不是亲身在你们当中 所以我未必能够很具体 你去明白你这一刻在经历的事 是怎样 有多少困难 不过 重要的不是我知不知道 重要的是神知道 你正在经历什么事情 如果你这一刻的困境 还未至于去到很困难 这当然是值得感恩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这一刻 都在经历一些很艰难的处境 甚至可能去到一个招不保值的地步 那我恳请你 好好回到耶稣的教导里面 领受耶稣这里的吩咐 这里的应许 我们不要为我们的明天去忧虑 我们注目在神的恩典身上 好叫我们能够在主一里面得释放 得平安 不过同时我们又要留心另一边 耶稣这里说我们不要忧虑 他的意思也不是说 我们就过一个无忧无虑 什么都不用想的生活 甚至是一个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 反正都不知道明天如何 不如今天我们就尽情去享受 耶稣绝对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们不要忘记刚才我们说到 当时耶稣身边那群群 他们实际生活的环境 其实不容许他们为将来有什么计划 刚才也提过 其实他们要存钱也很困难 更何况有其他的计划 在他们的处境当中这个很难 所以耶稣说的是 当你没有能力去计划的时候 你就让神带领你走前面的路 但是耶稣不是否定 如果我们可以的话 其实我们都应该 去为我们的将来做好准备 只不过重要的是 我们为将来所做的准备 不是出于忧虑 不是出于我们想掌控我们的将来 而是我们继续在神面前 存着一个谦卑信靠信服的心 带着这种谦卑信服 我们好好善用 神今天让我们所有的东西 包括用这些东西 去为我们前面的日子做准备 其实某程度上 你可以说这都是我们在神面前 应当要尽的责任 你记得在旧约创世记 说到约塞在埃及地 约塞透过法老王的蒙 他知道将会有七个方年 所以他就在方年未来到之前 在那七个封年的时候 他就存在足够的粮食 所以 其实我们用神赐给我们的东西 去为将来做准备 这个都是神的心意 重要的是我们不是出于忧虑 而是出于一种尽忠的心态 不要忧虑不是说无牵无挂 不是说今早有酒今早醉 在这里我们进一步去留心 耶稣说到不要忧虑 其实他说得更加具体 耶稣说 你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因为生命胜于饮食 身体胜于衣術 去到二十九节 他再说一次 你们不要求吃什么 喝什么 也不要挂心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清楚耶稣的说话 其实耶稣不是很一般地说 总之你完全不要忧虑 耶稣说得很具体 耶稣说我们不要忧虑 我们不要为到什么忧虑 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耶稣说 我们作为一个认识神 作为一个跟从神的人 这些不应该是我们忧虑的事 耶稣说这些是外邦人所求 世人会为这些忧虑 他们会担心有没有饭吃 担心穿什么衣服 但是我们作为属于神的人 这些不是我们应该忧虑的事情 那我们应该为什么忧虑 应该为什么挂心 耶稣说生命胜于饮食 身体胜于衣衣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身体 比起外在的饮食 衣裳 更加值得我们去挂心 当然 我们有留心 这里说的也不是 我们要好好保养我们的身体 保持身体健康 青春常住 长命百岁 不是现在说长命百二岁 生命胜于饮食 身体胜于衣裳 其实这里是用了希伯来诗歌 传统那种对句的方式 就是说下半句 身体胜于衣裳 是重复上半句 生命胜于饮食的意思 这里身体和生命 其实在说的都是同一件的事情 就是神赐给我们整传的生命 比起外在一切的东西 其实神一早已经把最好的礼物赐给我们 就是从神以来 蒙耶稣基督的救赎 在圣灵带领下的美善生命 当然神都会把外在的需要赐给我们 不过比起神已经赐给我们整传的生命 其实外在的东西就变得不足挂齿 神将这个生命赐给我们 祂期望我们可以好好善用这个生命 按着祂的心意去过一个蒙神喜悦 荣耀神的生命 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去挂心的事情 所以去到三十一节 耶稣就说得很清楚 或者这里我们引用马太福音的版本 我们更加熟悉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所以其实重要的不是我们会不会有担心 事实上会有担心 这个都是人之常情 重要的不是我们有没有挂累 有没有挂心 重要的是我们为着什么而挂心 我们懂不懂得去分辨 什么是对我们真正重要的东西 其实这个是耶稣这里的教导更加重要的意思 在论语里面有一句说话 我们熟悉的 他说人无远累 必有近忧 我们传统的智慧都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是需要有远累 我们需要为我们将来的事 去做好准备 去思虑周全 我们传统的智慧都是这样教导我们 不过重要的是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的远累是什么 我们为着什么而去打算 为着什么而做准备 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讲一个例子 一个故事 关乎日本一个企业家 叫做崇下行之座 崇下行之座 这个是名字 可能对你来说比较陌生 你未必听过 它创立的公司崇下电器 可能你都不太知道这间公司 不过其实这间公司的英文名 可能你会听过 其实崇下电器 就是Panasonic Panasonic在香港是一个很出名的品牌 我不知道在北美有没有那么出名 不过大概 可能你都听过这个电器的牌子 Panasonic这位创办人崇下行之座 他其中一件 比较多人认识的事情 就是当他创立这间公司的时候 他为这间公司定下了一个计划 可能如果你在公司工作 你公司可能都会有一些 全年的计划 五年的计划 十年的计划 或者可能教会 我们有时都会定下了一些计划 崇下行之座 他为他的公司定的是什么计划 不是五年计划 不是十年计划 你猜一下他订计这个计划 是一个多少年的计划 说出来可能你会吓一跳 他为他的公司定下了一个 二百五十年的计划 二百五十年 想想一下 二百五十年的计划 让你想得到 也很难做得到 就是让你自己很有毅力 很有坚持 你坚持一生的人 为这个计划 这个目标奋斗 但在250年你本人肯定过生 你继承人是否真的可以 继续有毅力去坚持 其实很难保证 又或者就算 你继承人也是这么厉害 但你想想Panasonic是电器公司 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受到科技的影响 今时今日科技日新月异 几十年前能够想到的事 来到今时今日都已经不同了 所以250年的计划 不单是夸张这么简单 甚至是有些异上天开 不过耶稣要我们关心的事情 远远超过这个250年的计划 耶稣说我们要求神的国 神的国是直到主在来的日子 什么时候会发生 圣经说那日子那时辰 没有人知道 可能很快 也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 因为圣经说主看千年如一日 一日如千年 我们不知道神的国 什么时候来到 但耶稣提醒我们 这个神的国 才是值得我们去挂心 值得我们今天 要去做好准备的事情 所以再说 耶稣这里的教导 不单只是提醒我们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忧虑 去射给神 不单只是提醒我们 神的恩典救我们用 神会供应我们的需要 当然这些都是真的 但是耶稣这里的教导 其实更加是要我们 好好去问一下我们自己 我们今天是为了什么而生活 为了什么而做准备 耶稣吩咐我们 不要忧虑 其实是挑战着我们 挑战我们 要将眼光放得更高 更远 耶稣很期望 我们能够明白 什么才是对我们真正重要 耶稣期望我们 不要将生命浪费 在一些 其实不值得我们努力 不值得我们忧虑的事上 耶稣期望我们 为神的国去祈求 为神的国去努力 为神的国去挂心 虽然没错是 我们在生活上 仍然有很多的事情 很多的问题 我们未能够解决得到 甚至我们的生活 可能仍然是招不保识 但是你要记得 这个不单止我们是这样 刚才说到 耶稣当时身边的百姓 都是这样 你留意 32至这里 耶稣称呼他们为小群 当时这帮老百姓 他们都是一群 很弱势的人 他们没有能力 为自己做什么 没有能力 为自己争取什么保障 但是耶稣跟他们说 你们这小群 不要惧怕 环境 或者不能够有很大的改变 我们也未必有能力 解决所有的问题 但是我们的眼光 我们的心 却是可以改变 我们可以选择 选择我们为什么而挂心 所以从这个 不要忧虑的教导 经文就带到下一段 关于警醒的劝勉 从路加福音这个铺牌 我们看到 其实我们不要忧虑 我们对神的信靠 和我们在神面前的警醒 其实是分不开 当我们懂得不忧虑的时候 我们才真正能够 过一个警醒的生活 反过来 其实我们的警醒 就是我们在神里面 不忧虑 一个很具体的方式 路加福音来到三十三节 十二章三十三节到四十八节 这里记载了耶稣一连串的吩咐当中 包括好几个的比喻 都是围绕着警醒这个主题 首先第一个我们见到的吩咐 是三十三节 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制人 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前浪 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 当时那些百姓 刚才提过好几次 他们生活很艰苦 今天不知明日是 辛辛苦苦可能死坑死底 每一天剩下丁点的剩余的工资 可能稍微存到一点点的积蓄 就好像 你记得玛利亚的那瓶香膏 可能都要存很久才能存回来 生活这么艰苦 说到要周制穷人 排队都没轮到他们 可能他们自己都需要 靠其他人去周制他们 但是耶稣这里吩咐 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制人 其实正正就是向着这一群贫苦的百姓 向他们去说 耶稣说到变卖所有的周制人 不只是跟有钱人说 是跟所有人说 跟这一帮生活很艰难的人说 自己生活都这么艰难 为什么还要周制其他人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们真正需要的财富 不是我们能够死坑死底 存到那些有限的积蓄 耶稣说 神在天上为我们预备 那些用不尽的财宝 其实这里这个周制穷人的吩咐 不是只是耶稣才说 从旧约到新约 一贯都有这个周制贫穷人的交道 其实在神原初创造的世界里面 按着神的心意是不应该有贫穷人的 因为神的供应 神的恩典是绝对的丰足 不过可惜的是 当人犯罪堕落之后 世界就被罪破坏 世界里面充满了很多不公义 稀压的事情 带来其中一个的结果 就是出现贫穷人 很多人落在贫穷 受稀压的境况当中 所以在旧约的里面 当神拯救以色列人 跟他们立约的时候 神都吩咐以色列人 要关顾 要帮助他们中间的贫穷人 来到新约的教会 神同样吩咐我们 要去进行这个周制穷人的吩咐 当我们去周制我们身边的贫穷人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向这个世界 作见证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 不单止告诉我们 我们将来可以有永生 可以上天堂 这个救赎恩典 更加是要让这个世界 脱离罪所带来的败坏 其中就是 因着罪的缘故 让人落在贫穷的境况当中 我们透过周制穷人 告诉这个世界 神的心意 是要改变这些罪 带来的破坏 所以在《生命记》 15章4节 当摩西讲到周制穷人的吩咐的时候 他都敢同以色列人说 他说 你若留意听从耶和还你神的话 紧手遵行我今天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 就必在你们中间 没有穷人了 这是神最终的心意 我们也是透过这个方式 向世界作见证 见证福音的真实 当然可能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的环境当中 我们未必可以完全按照着字面 去遵行耶稣这个变卖所有的吩咐 我想我们当中 没有什么都真的散尽家财 在中世纪的时候 有些修道的传统 他们真的会按照着字面的方式 这样去遵行 真是散尽家财 入到修道院的当中 过了一个类似恒黑的生活 今天的社会环境 未必容许我们这样去做 也都我们不必然需要这样去做 不过其实主的吩咐没有改变 我们要追求的 对我们重要的财富 不是我们地上能够有的迹速 我们需要追求的是天上的财富 用什么方法追求 就是尽我们所能 去周制我们身边的穷人 不过这里又带出另一个问题 讲到周制穷人 但是我们放眼世界 世界贫穷的状况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或者你不要说世界这么大 就说北美 只是在北美里面 都可能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贫穷人 需要我们的周制 面对着这么大的需要 我们可能都会觉得 我们能够做到多少 我们尽力去做 都只不过是杯水车身 帮不了很多 于是我们自然会问 我们必须要去问 在我们有限的资源底下 我们怎样去用这些资源 用在哪一处帮哪些的人 其实一个很类似的问题 就是圣经里面 都有人问过 这段经文我们又很熟悉了 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为什么耶稣会说 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你记得经文的上文是说到 当时有个律法师去问耶稣 最大的戒命是什么 耶稣反问回他 然后律法师说 是爱神和爱轮舍的戒命 其实律法师都很清楚 但是跟着这个律法师就问耶稣 那谁是我的轮舍 这个律法师会问这个问题 谁是我的轮舍 原因是他带着当时犹太人 一个很传统的观念 就是一种亲疏有别 敌我分明的观念 在他们的观念当中 有些人是我们的轮舍 那些人我们当然要去爱 但是有另一些人 他不单止不是轮舍 更加是我们的敌人 甚至不只是我们的敌人 更加是神的敌人 神的敌人 我们没什么理由去爱 这个是当时犹太人 他们有的亲疏有别 敌我分明的心态 所以很自然 这个律法师就问 谁是我的轮舍 换句话说 哪些是我的敌人 耶稣没有很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耶稣说了这个 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这个比喻 耶稣专意用一个撒玛利亚人 成为了那个主角 成为了那个英雄 正正就是针对这个律法师 这个问题背后的 那种敌我分明的心态 因为在当时的犹太人心目中 一个撒玛利亚人 没有可能是他们的轮舍 他们之间太多的矛盾 太多的冲突 太多的牙齿人 但是耶稣 要打破 这种敌我分明的心态 原来在神的眼中 谁是我们的论舍 这个不是受着种族 文化 历史 甚至宗教的因素去限制 就算那个人是你的世仇 就算你和他当中之间很多的牙齿印都好 又或者不要说到那么严重 可能那个人是一个陌生人 你不认识他 大难都搞不下 但是当你遇见这个有需要的人 当神将他摆在你面前 这个就是你的轮舍 就正如比喻里面 这个撒玛利亚人 遇见一个三不四七的 受了伤的人 撒玛利亚人就成为 这个受伤的人的轮舍 其实这样的教导 也都不是耶稣第一个说 在旧约的律法里面 已经有这样的吩咐 卓一及的二十三章四到五字 也说 若遇见你受敌的牛 或者奴失迷了路 总要牵回来交给他 若遇见恨你的人 的牢压在重陀之下 不可以走开 没有要和牢主 一同抬开重陀 就算是仇敌 就算是恨你的人都好 当神将这个有需要的人 放在你的面前 他就是你的轮舍 他就是神 要你去爱的人 你发觉从旧约 摩西的律法 到新约 耶稣的教导 都是很一致 那时候我们读到 路加方第十章 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我们会对那个 律法师的印象很差 觉得这个律法师 很律法主义 鸡蛋里面挑骨头 讲我的轮舍 都还要问 谁是我的轮舍 但是我们回头 看看我们自己 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 其实我们一样有一种 很强的 亲疏有别 敌我分明的观念 特别 帮我们人在外地 我们身边 如果能够有一些 同声同气的人 互相守望 互相帮助 这个也很重要 所以我们很自然 会和我们眼中的 一些自己人 比较亲近一些 我们会关心他们多些 可能另一些 跟我们关系 没有那么密切的人 我们都很自然 对他们 不会那么着急 其实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事 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 不过作为一个基督徒 作为一个基督徒 当我们实践圣经里面 这个爱伦社的吩咐的时候 我们想到的是什么人 我们是否只是想到 那些跟我们同声同气 跟我们关系密切的人 其实老实说 这些跟我们同声同气 关系密切的人 就算圣经不吩咐你 你都会关心他们 你都会很自然去帮助他们 不过圣经的吩咐是提醒我们 我们的论舍 我们要去爱 我们要去帮助的 不单止是 我们觉得很自然 我们会去关心这些的人 特别当我们身处在一个 很多元文化的社会当中 大家身处北美 很多元文化 很多不同的种族 当中可能华人都是占少数 但是正如耶稣 昔日对这个律法师的吩咐 今天耶稣都是这样吩咐我们 你就照着比喻里面 这个撒玛利亚人 他所做的去行 不需要问对方是谁 只要你遇到你身边 一个有需要的人 你就尽你所能的 去帮助他 去成为他的好轮舍 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提醒 我们回到路加方十二章 讲完了三十三三十四节 这个周济穷人即财在天 这个吩咐之后 路加一年记载了几个 关于警醒的比喻 第一个是三十五到三十八节 这个是一个伯人的比喻 里面讲到 当一个伯人他警醒 他不会偷懒 当主人从婚言上回来 那个伯人就立刻去开门的时候 这个伯人就要得到赏赐 第二个比喻是三十九到四十节 一个道策的比喻 讲到因为我们不知道 道策何时会来 所以我们要经常 随时做好准备 第三个比喻 都是一个伯人的比喻 在四十二到四十八节 这个比喻讲到 当主人出门 离开了一段时间 那些伯人 他有没有尽忠 忠心去尽他当尽的责任 这个就决定 当主人回来的时候 这个伯人会经历 什么待遇 他到底是要得到主人的掌赏 还是要面对主人的责分 这三个比喻的共通点 都是讲到我们要警醒等候主 在这里我不跟大家详细 逐个逐个比喻去看 反而我想跟大家特别留意 一节的经文 就是四十一节 这一节经文 是彼得问耶稣一个问题 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 还是为众人 彼得问耶稣这个问题 然后耶稣回应彼得 就是讲了四十二到四十八节 这个比喻 在这里第一样 我们要留意到的是 其实耶稣跟着讲的比喻 似乎没有直接回答到彼得的问题 因为彼得的问题很简单 两个选择 A这个比喻是为我们说的 B这个比喻是为众人说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 你一下选A 一下选B 但是耶稣的回答却是没有选到 是为我们说 还是为众人说 甚至我们读完整个耶稣的比喻 可能我们都未弄得很清楚 那其实即是为我们 还是为众人 还是这里耶稣根本不是回答彼得 耶稣的答案似乎和彼得的问题 不是很合选 有点像牛头不对马嘴 这个带我们来留意这个问题本身 你想真一点 其实比特这个问题 其实是有点奇怪的 其实当时 耶稣身边有很多人 在听着耶稣的教导 按着路加方十二章 一直说的那个场景 这里不是说耶稣进了内室 只是门徒在他的身边 耶稣对着他身边的十二门徒去说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比特不需要问这个问题 因为很清楚 耶稣就是对着门徒说的 比特要问这个问题 其实耶稣身边当时 也有很多群众在这里 但是 为什么比特要问 那么耶稣你说的东西 是特意说给我们听 还是说给群众听的呢 如果你们主日崇拜 有港元来港元篇道 然后有人上台问的港元 港元先生 你说这篇道是说给所有会众听 还是只是说给教木同工听 你想想 你都会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奇怪 我们正常不会这么问 但比特就是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 比特要在那么多群众当中去分开 去分到底耶稣的教导是说给谁听 为什么比特要这么问 我们对比比特的问题和耶稣的回答 其实这个就揭露了 比特这个问题背后一些的想法 一些的动机 因为我们留心 两个仆人的比喻 42到48节 一个仆人的比喻 和前面35到38节 都是一个仆人的比喻 两个比喻 有一些很相似的地方 都是说到仆人要警醒 要忠心去侍奉主人 他们就能够得到奖赏 但是后面的比喻 其实和前面的比喻 也都有一些很不同的地方 第一个不同的地方 是后面的比喻 特别提到的是管家 不是一般的仆人 而是一个有些地位的管家 第二个不同的地方 是后面的比喻 除了讲到掌赏之外 其实你留意到更多的蝙蝠 是关乎到责罚的 而前面35到38节那个比喻 其实是根本没有提过责罚 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 一些蛛丝马迹 到底41节比特的问题 其实比特想问的是什么呢 比特这个问题反映了 其实在他的心目中 他作为耶稣身边最贴身的门徒 他觉得理所当然跟众人有分别 如果我们套用比特 在另一处地方曾经说过的话 比特曾经问耶稣 他说我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 我们要得什么奖赏 比特或者当时耶稣身边的门徒 他们都很着急这件事 他们有什么奖赏 他们作为跟耶稣关系最密切的人 他们觉得他们会比其他的群众 更加的优胜 更加配得到更大的奖赏 而前面35到38节那个比喻 正正就是奖赏 那个众人 终生的众人要得奖赏 而且这个奖赏是很夸张的 耶稣说主人必要他们坐直 自己畜上大 进前事后他们 你要明白 在当时的文化里面 这件事基本上是不能够想象的 当时一个很阶级分明的社会 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到主人 来到亲自去事后那些众人 一个很夸张的奖赏 这个比特听到 他立即眼都开了 按照圣经一贯 给我们对比特的认识 那些印象 我们也投入一下比特当时的心境 比特听到这个关于奖赏的比喻 他立即就会想 照计我作为耶稣的大弟子 应该是最配得这些奖赏的人 接着可能他进一步就会想 还有多少人可以得到这个奖赏呢 如果太多人一起得到就不兴乡了 如果老师颁奖 全班同学都有 那没什么特别 如果只是颁给其中一个两个同学 那就很厉害 比特这个问题背后是一种骄傲 耶稣看穿了比特 心里面在想什么 所以耶稣用一个比喻去回答比特 耶稣再一次肯定 没错 中心的仆人是会得到奖赏 这个是一个很确实的应许 但是耶稣同时讲出图画的另一面 当中心的仆人得奖赏的时候 其实一个不中心的仆人 是要面对责罚 如果你真的觉得你比其他人更加优胜 你真的觉得你是耶稣最贴身的门徒 比其他人更明白主的心意 那请你记得 同时你要承担更重的责任 所以耶稣最后讲 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 又不信他的意思行 那仆人必多受责打 反过来 如果一个本身不知道主人意思的人 做了当受责打的事 反而是要少受责打 所以没错 我们是应该盼望主的掌赏 这个是主给我们一个很确实的应许 这个掌赏的盼望 让我们无论在地上经历多少的艰苦 为着主的缘故受到多少的迫白 我们仍然能够因为这个主的应许 我们能够坚持下去 同时我们要小心 不要像彼得这里一样 将神的掌赏 将神的应许 变成一种一种 由我们互相比较的事情 就好像圣经记载 昔日耶稣身边的门徒 他们互相争论谁为大 神给我们的应许 这些是掌赏 不是要让我们沾沾自起 反而是提醒我们 我们需要给其他人 更加警醒 更加忠心 这个就是路加福音这里提醒我们 在信靠当中的警醒 我们一方面 完全将我们自己投靠在神的恩典里面 同时我们恩着我们领受的恩典 我们警醒那个合神心意的生活 当我们身处的环境充满了挑战 我们需要顺靠 我们亦都需要警醒忠心 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困境当中 继续成为耶稣的见证 警醒的吩咐 不是要给我们很大的压力 它不会给我们很大的压力 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 神一早已经将最大的恩典 最大的依靠赐了给我们 还记得耶稣这里说 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 因为你们的父乐意 将国赐给你们 你们只要求他的国 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 当我们信靠神的应许 我们就能够真真正正放下 我们地上的忧虑 我们不再问吃什么 学什么 穿什么 为能够去关心 为真正应该 真正需要去关心的事 就是我们为到神的国 而挂心 为到神的国 而向神祈求 就算我们面前仍然是风雪漫天 但我们真的愿意按照主的吩咐 基于我们对主的信靠 我们在主的里面 保持警醒 忠心 谦卑 我们必定能够得到主所应许的上赐 愿主继续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